大家好,歡迎收看2月2日的司機禁蹤5直播 我是浩德,今天要多點時間和大家親近一下 剛才同事說,好像我好幾天都沒時間回答大家Q&A 有些朋友說我跳過問題,希望今天多點時間說 不過今天我們也有很多話說,當然要加快速度 先來,不想看1月29日,上星期最差的那一天 司機金的表現是177.0827,由高位都回到幾個% 不過都是正數的,上個月也有6.61 不過這兩天的市場全部都好一點 不然我就有點不開心,不動如山,不動如山就一直輸 不過其實不是的,大家記得我都說 如果形勢開始差,就儘量減一點 不過幸好這兩天就好像看到一些曙光 美國昨晚又站穩了,大家看到昨晚就挺好的 不過主要是納斯達克指數升得比較多 不過整體都是站穩一點 你看那些GME都開始回了一點 大家之前怕整件事一發不可收拾 不懂如何收貨的情況下 又好像東西又沒那麼瘋了 大家覺得開心一點,那些GME又回回來 銀又炒不起來 那些東西好像正到一點 大家變成心又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我早幾天有講過關於 Longsoft Fund要做一個Degrossing exercise 大家其實都是 究竟要做多久的這個過程 大家都有估字 有些人就說幾天 有些人就說幾個月 我自己就參考2018年2月那一刻 可能如果差也可能會影響到一兩個星期 不過這次你問我,我覺得實際影響就低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拆開一點點 因為Devix一 spike up 其實就對很多人的WISD model都有影響 所以一旦那次全部人都被迫要跟著做事 但是這次純粹因為Longsoft Fund 要short cover 和degross 就會不同 說回這個數 當朋友 recap一下 因為大家炒股炒得多 記憶會比較差 你看看上一次2018年那一刻 實際上就堆倒了那些sale wall 因為早幾年因為如果大家記得 那些WISD是一直堆下去 好像整個世界是股票市場不會跌 很多人去short WISD 拿的premium 一下就爆了 但是他抽上去那一刻 其實令到很多人的WISD model都會順勢要逼著沽 未必是directional exposure減 但是gross exposure一定減 所以震痛的時候就是一個兩個星期 今次暫時就 因為GME的這件事 影響了暫時一個星期 是不是叫企穩呢 當然可能是年資上早 不過也不要理 總之港股有筆水的照顧 雖然上個星期就叫慘淡一點 不過turnover其實都開始立了一點的港股 不過這兩天就 不斷地就回上來了 你看到 差距3000億 那時候就 差不多是最高位 不過上個星期 即使外圍有差 國內資金面都差 其實港股都叫硬正一點 相對地 你看回這個圖就看到了 譬如說 當然 今早港股就彈得很快 明明由30,000點 企不穩跌到28,200 即是一個星期跌到2000點 大家都 有一點意料之外 跌回得緊急 不過今天就回到29,400 但是 對比你見到 港股都是強的 恆子現在升了8隻 A股5隻 那你美股 除了ARK 我們看到 Nasdaq升4隻 其實都是港股 真的偏強的 有大陸的錢撐住 如何都好 因為你見到 即使上個星期比較差的時間 上面下來的錢 都是好的 但是今天 我覺得比較要留意 就是 A股 我昨天跟前輩吃飯 我不要開他的名字 不斷經常反賣人情 不過他都是我鄉里來的 都是潮州前輩 我其實應該叫他升大哥 大家都發覺都會關注這件事 就是國內的流動性會不會好一點 昨天是第一天好一點 今天暫時都是好 昨天撈過這個圖給大家看 是第一天 看到那些 刷食開始好 一天的刷食 就是 2點3 跌了一點 還有11點公過 一個月的那些都會落一點 這件事就是大家一直最關心 另一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一個動作除了息口 就是人行的 逆回購等等的措施 你都變回 正數就是放水 負數就是收水 你看到上星期就是收水 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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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A股就跟著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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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頭回來 連續兩天都好 是否可以鬆休一下好氣 我希望是 因為之前 這幾個禮拜 就算你信不信也好 我自己就覺得 國內是沒有大規模收水的必要性 當然 看到你那些人拿錢去炒樓 他肯定會收你一下 但是收一下 現在大家知道 有些人都搞不定 那些人說下幸福 部分地都出事 部分地 不過 在案債好像又有一些 其實這幾個月都是多的 有些信用債出事 整體我覺得都是可控的 個別事件 我看到 都有人肯湧進去 如果offshore的話 OK 整體來說 就 暫時避過一劫 因為 上個禮拜我們自己私基金 都有儘量減一減避 不過 幸好減一減避一避 時間不是太久 所以我們的倉位 都不算太低 所以今天回來 這兩天彈回來 我們也叫做 跟著上回去 不要太辛苦 因為 早幾天有個朋友 在留言裏都說 液水波 是嗎 是液水 踏一陣液水 OK的 太久都會死 所以 希望液水不要太久 今天 要彈上去 大部份都OK的 除了 資金比較差 即是內房 銀行 其他資金 很明顯 Risk Appetite 一次爆回來 尤其是 你見過那些 醫藥股 那些 二線一點的 新經濟 科技股 全部 一片綠河 說一次 綠色 即是升 大部份 都是厲害的 我知道大家肯定問 抽好上去還跟不跟 跟不跟 我一次都說了 大部份我都有跟 是嗎 因為 因為剛剛最新的新能源車 你知道他們每個月都有些數 這個圖這麼整齊 其實就不是小弟弄的 是我的同事弄的 其實是Calvin幫我弄的 不過他要留一點時間 說一下 關於醫藥的東西 不如我幫他講 昨天出了的 不論是Leo和小朋友汽車都出了一月份的數 整體來說 都叫做向上 這裏有三款車 如果大家記得 ES6 ES8 是大價的 SVV EC6 就是那隻小車 你見到 EC6那些做得比較好 整體 一月份都有7000多架 按月增長又不算很小 按年又是彷彿的 去年其實只有1000多架 基本上過去全年 尤其是下半年 新行業車開始發力 所以7000多架 你說是不是很驚喜 又不算 所以昨天好像 PMarket 股價有點動 不過最後都是 蓬蓬蓬蓬 不過 伺消比獎 你問我 大家都知道 我一向都喜歡 這個未來 多一點 但我都開始 懂得欣賞 這個理想 和小鵬 小鵬 如果真的看回 一月份 其實真的做得好 按月的增長 當然小鵬現在主力 就是推那隻 G3 這架車 你見他的增長是最強 以及P7 但他現在 跟Leo 都不是差很遠 去到一月份 其實他 總共有6000架 之前的距離很大 如果看回年中的時間 當時 Leo做了3000多架 他們做了幾百架 距離很大 所以我年中的時候 大家看回這個圖 就要明白為什麼 我覺得Leo 好像走得先 頗鵬 不過 試駕6個月之後 其實他們的差別 又不是很大 所以 都要明白一下 除了他那些 激光雷達 很厲害之外 其實他買車 都不能夠忽視 但整體都是向好 不過 昨晚你見到新能源車 就未是很大反應 可能大家都覺得 Tesla不動就不動 反過來大家現在買新能源車 都是 炒回708 不過你問我 我都不會看的 708 因為車都未出到 OK 因為大家知道我 挺看好新能源車 所以有相關新聞 我都希望盡量跟大家說一下 讓大家知道我最新的想法 Kelvin和Eliott都會出動 第一個Kelvin會說一說 關於1877軍事 有最新的out license的新聞 然後Eliott會說一說 有些朋友特意問關於醫保 個人醫保和國家醫保 他問得不錯 所以多謝你們這麽好的問題 所以稍後他會用普通話 他會說得慢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聽得清楚一點 事不宜遲 我先交給Kelvin 大家好 君實今天就出了一個 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PD-1藥 特瑞普利丹礦 跟Coherus簽了 Aliessen的協議 如果看回這個交易 就沒有想像中 那麼吸引 其他一個原因 就是這間Coherus簽 其實都 很小 Market cap 在說10幾 美金 他又沒有什麼產品 比起 Innovin Paychin 做這個out license 可以說弱一點 你看到這個交易 雖然小很多 不過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 他小很多都有5億美金 人家都是10億美金 都不少一半 你看到Coherus的股價都跌了 因為他小很多錢 然後 按個股價給他看看 有圖有真相 對 應該是Cohrs Cohrs 對 昨天跌了6% 大家可以看回 其實他 只是十幾億美金 比股價還小 更小 對 股價現在是700多億 港幣 另外他有說 這個交易會一起做 PD-1 應該就是 理論上在美國 加拿大那邊會搞的 他有說過最多 R&D Coherus會出25m 不過其實對於軍事的R&D支出 都比較小 銀牙 因為其實 我稍後會說一下 因為他 29日出了一個 業績的預告 另外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交易就是 他 Divine了一個Coherus的 區域 在美國加拿大那邊 可以有 另外一些除了PD-1的 project 優先可以做到 例如Tigit和IO2的 不過現在都還未出 這個產品 其實軍事自己都還在研發階段 所以都是比較長遠的事 所以 稍後我可能講一下 軍事的pipeline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留意 因為其實Morgan和 哥文好像都 沒有一些很詳細的報告 有提過這間公司 另外 其實軍事就 剛才說的 其實股價在29日開始升 其中一個原因 應該是他 可能出了那個 的業績預告 在29日的時候 就是講上年那個業績 都有成16億人民幣 其實 那個規模和信納生物 都不差得太遠 信納生物是 22億 其中可能是 我猜可能有些 Milestone的 收費 他在這裏有提過的 有些新增許可收入 不過詳細還未知 你看到有一個亮點 就是他的研發費用 其實都 大了很多 大了一倍 上年說 是9億左右 今年是18億左右 都不夠收入 收入是找不到這條數 所以 稍後你看到那個 Pipeline就明白了 現在開放Pipeline 這就是他 中期報告的Pipeline 他的價格 應該是低於 行水的 行水是五萬多元一年 他應該是比這個數字低的 那麼 黑色掃樓 你看回軍事的IPO書 這些數字應該都差不多 不會變得太多 你覺得黑色掃樓 其實市場真的很小 在大陸來說 如果在美國就會多一點 另外他現在去那個 另外他有 鼻煙癌 那些就進了一些特快通道去批 在美國那邊 但其實鼻煙癌在美國那邊 也是很小的 所以他的玩法就是 先打擊了一些 沒有人做的東西 試一下自己把他全部拿 然後 再是一些大的 你看到他做肺癌 是很前期 都沒有做到後期 所以 給我選擇 我可以選擇大的 大那兩間 就是北京和信樂生物 文件度高 他之前 去年就有什麼炒 就是炒 科創版 然後 接著之後 現在就有 好像今天有個新聞 是說AH股 就是科創版 那些H股可以進入港股通 因為他現在好像只有深港通 不過那個影響就應該沒有那麼大 比起沒有便有的 就沒有那麼大 另外他就有跟例外做 新冠肺炎的那些 單抗的注射液 好像都是做了三期的 那個研發 不過其實現在都打完疫苗 所以我都未清楚 如果做一些單抗 效果是有多大 這個就要看回之後的發展 你看到他除了PD-1之外 還有做其他一天的 不過都很前期 這個是更加前期 那些大部份都是第二期的 這些有些是第一期都未到 純粹是申請這個一期 即是臨床 準備申請 其實一二三期通常要多久 一二三期其實 有些是無限期 屋期間間都不同 看你做什麼適應證 看看你本身的適應證 市場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會比較久 另外你看到他有個阿達木丹礦 這個其實 每個人都做的 這個是很相似的 應該就快批 所以整體來說 這間公司 你都明白為何 那些大巷可能沒有適應 可能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 但是挺有趣 大家可以不夠客人 如果有自由 即是長期關鍵 因為他都是其中一間做PD-1 他都會有Catelix 會出的 所以 軍食的update就是這樣 OK好 麻煩了Kevin 然後又要出動我另外一個同事 Elliott 他和Kevin現在幫我搞定所有 Helph care版塊 因為始終這個版塊都是比較 不容易 要找一些專人去看 我有些幸福 有些同事幫我做 Elliott 上次你第一次講完 有些觀眾又覺得 很欣賞你 不過希望我們這次可以講慢一點 讓大家聽得明白 因為尤其是一些 這個板塊 就比了中央夜一點 所以大家 要 你講得慢一點的話 大家 了解會比較好 好的我盡量慢一點 這次我主要就是回答一下 之前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comment 就是關於這個信達生物 他的這個PD-1已經進入了醫保目錄 然後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已經買了社保 然後他同時有個人的醫保 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他是理賠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是首先查理一下 這個首先他是相互不衝突的 這兩個 社保和醫保 然後他的這個 流程是一般這樣 就是分兩種 個人醫保 一般是有 第一種叫發生一般性的醫療費用 第二種叫發生重大疾病的醫療費用 像第一種這種發生一般的醫療費用 情況下呢 是先去社保 理賠 然後當社保理賠完了之後呢 然後再剩一部分 然後再通過商業保險申請理賠 這個是一般費用 然後第二種是重大疾病費用 這個情況他會分一下 就是當你在投保的時候 他會問你選擇一個是叫社保費率 還是無社保費率的一種選擇 如果你選擇這個社保費率的話 他的理賠流程跟這個發生一般 醫療費用的流程是比較接近的 他也是先去扣除這個社保 然後剩下的部分 再用醫保去賠償 但如果你是選擇這個無社保費率 這個會高一些 你可以就是不用走這個流程 直接就可以去商業保險 他已經幫你可以100%賠償了 所以說你就不需要再管社保這個 但是一般情況下會選擇 這種社保費率的多一些 然後簡單說一下 這個醫保的這個情況在國內 現在國內的醫保現在是他首先他有一個起伏線 和一個封頂線 就是當你這個如果是你的這個費用的話 低於起伏線或者高於封頂線的話 你需要自己承擔這個費用 然後在這個起伏線和封頂線之間這部分呢 然後他會根據不同的情況有一些自費要和一些支付部分的一些費用 這個也是醫保也是社保 包括的部分 也需要自費承擔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關於這個叫最新資料 就是因為也問了一些關於有沒有最新資料 這個是我查的一些 相對是比較詳細的一些解答 然後再簡單說一下這個社保和個人醫保的這個區別 就是其實最大的區別呢就是這個其實現在在國內的社保包括的覆蓋的 範圍還是很小的大概只有1.4% 很多大量的這種情況 像這種叫正電子發射或者一些電子輸細體或者一些其他的藥物它是不包含在這個社保範圍裡的 等一下我幫助我們香港的朋友聊天 就是大家如果在香港你去公立醫院 你沒有發覺有些事情他都叫你去私家裏做的 比如說在香港你要做一些記錄 你如果排公立醫院就排不知多少年的 通常叫你去私家醫院做 所以在國內的社保都是這樣 很多藥其實就本身不包 所以這個圖裡面就看到了 包的就比較少 不是說依靈不到 不過就是那個範圍就會窄很多 這個他這個還是在變動的 現在雖然很少 這個也不是最新的圖 大概說一下這個反正是在變動 這個範圍會越來越大 但是是一個持續發展的一個過程 所以有病人病他的醫生要他吃這個藥 他不在裡面的話就直接買 對如果他不包含在這個裡面的話 就像這個圖上說的他就屬於自費藥和自付部分 所以社保就不包括 你就只能通過個人的這個商業保險來去支付這一部分 對然後這個是第1點 然後第2點就是大概這個報銷的現在比例 現在其實能報銷到70%的話 只有很少的13.21的比例 大部分情況下只能是不足50%的 是普遍的情況 但是這個也是在變動的 所以這個就要有自費用 對就是他如果比如說 比如說他包含50% 那剩下的50%就得通過自費的去承擔這個東西 所以說現在結論就是商業保險 是基本是對於醫保的一個補充現在 普遍認為 所以說兩個還是 不充突出現 Ada這個跟這個6060有沒有關係 他們都買很多醫療險的 所以這個都有關於 其實就是6060那個縱安在線 他就是幫人解決這個部分 灰色的部分 就是社保包不到的部分 要不自己暗河包 要不你另外買保險 就是用這個 這個想法是不是簡單 就好像你公司 香港朋友很簡單 公司的醫療保險 這幾圖有些包有些不包 太勁那些又不包 太低又不包 就算你有病 又不是種種都包 其實這個概念都是一樣的 全世界都 希望大家 聽得明白 OK 這次好像Elliot 他講得很清楚 他也都慢了 希望大家 給點意見 想看再慢一點 OK 直接跳去Q&A 我看 我好像很多都沒有回答 不過Kelvin我想問一下 我們昨天回答到哪裏 看看有哪些回答了 就不重複了 昨天Live的回答了 昨天還有留言 不是很多問題 昨天的留言 不是很多 OK 可以看 這是CAMS專門問關於醫保目錄的事情 你問得很專業,我的同事又很專業地回答你,希望他回答得對 Healthcare的問題我要出動Kelvin 問問6996、2269和合傳藥業的合作有沒有特別的事情可以留言一下 沒什麼特別可以留言一下,我去下一題 可以說一下龍基,我們有看好,有拿著,賺了錢 剛剛有一個新聞,關於模組,是嗎? 通威有新聞,跟Trina有個單 之後就供了長單給Trina,這個是上個星期的 講一下龍基,龍基就是業績 我打算看明天會不會有一個CPIC的會議 可以連同整個ModuleMaker的改變 你不是說旁邊做Module的剛剛處理業績嗎? 東方日升,不是龍基 我現在的同事經常搞到我好像老人痴呆一樣 明明今早我們先講完龍基,接著我射過Profit 然後他突然間好像失憶一樣 你快點說回來,你搞到我很尷尬 不好意思 那個東方日升,昨天就出了業績 出到來他的Net Profit同比下降了75% 所以今早一出到來就下降了 所以整個ModuleMaker,他們的今天我覺得 不是說真的做得那麼好 但是出到來,現在暫時都可以的 龍基也升 搞到我真的有點尷尬 明明我記得我也認識,我只是打算寫給你 然後看著我,搞到我突然間好像油雲 下一題,那隻API 因為Elon Musk去說話 這個chart room 你問我,我不認識 我只有個體字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說 好,這些突然間有個新聞彈出來 我們有些都未必有長期跟蹤 好的,請問有沒有留意 高位電子141 股價這麼小的波動 但是近期,其實Tensor又好像好一點 Ada正在看著,有沒有什麼補充 例如一群,包括Qtech、BYD 說一下名叫手機 可以說嗎 我也在拚頭 因為其實Handset Chain在A股上 都跌了一兩個星期 但香港的那一群好像不錯 唯一說,BYD Electronic 285,還有Qtech Qtech是什麼? 7、8、5次 這兩隻就有可能是炒作一下這個 榮耀手機 因為他們兩間之前都 那個exposure to Huawei 是比較大的 今年都有擔心 補不回那個洞 12月的時候 有傳說BYD Electronic 應該是拿到榮耀那些單 所以這個唯一我所看到 Qtech也都之前 華為的單 應該之前一半都是榮耀那些品牌的 所以可能都看看他會不會 今次拿到 但12月傳那個 沒有說有他的份 OK,好,謝謝Ada 我看到觀眾在這裏 叫桑桂玻璃要去召費 搞到他不開心 你們打件事 他待會生氣了 不跟我說話 我的股票就跟得不足 輸錢打件事 你幫我哄回去 他昨天已經很不開心 有隻股票升了很多 我又不敢買 結果今天我們都買 就是這樣 市升就勇敢些 市不得的事就小心些 不過我都覺得 適合Benjamin的問題 我都覺得手機股都動了 OK 6826 Kelvin 我沒什麼想說 他去年研究過一輪 有四個報告給你 6826我最近沒有跟 不過去年看過這間公司 有些人工晶體 那之前去年人工晶體 就有些大量採購 在省級那裏 那另外 不過他其實這間公司 就搞很多M&A 就是近年都 不過他其實大家就看好 他的眼科賽道 但其實他的眼科賽道 收入佔比 都不是說大過一半的 現在暫時 如果我去年看的時候 所以本來他的故事 就是說毛利率很高 他做的其他業務 是九成多毛利率 不過眼科就會低低 好像是六成至七成左右 所以如果你的眼科 是繼續去的話 應該他的毛利率會繼續降低 不過這間公司 我之前可能是在找港股通的東西 所以更新就是這樣 值得關注一下這件事 所以經常都會有好問題問我們 不如你跟我說你有沒有買 可能你買了我就馬上去看看 我看他的分析都不錯 好 接著問關於中面 英文很長 我再一次重複 可不可以有一個 break down 關於上海、北京、海南 開個模特兒給他看就可以了 好嗎 或者阿SON 嘗嘗給他聽 不如我們不要每次都開出 好像有些不太好 不過主力還是海南 超過大半 ARK Big Ideas的PDF 我估計百多版 大家看完了嗎 遲些不如我們C基金也弄一下 人手多一點 希望可以做多一點 讓大家開心一點 什麼位置可以進 今天我也可以進 很直接 請問浩德池有失黃金相關資產嗎 我當然有 我沒有估計過 不過就是少少大了 因為他大約是千百元這些位置 所以比之前高位其實跌了 比例 所以金額其實沒有少到 因為基金大了 黃金資產有沒有足夠的進攻性 配合C基金的重公認投資風格 我沒有這樣想 進攻的時候通常是股票進攻 黃金是另外兩回事 當然他們有時倒塌 有時倒塌 有時倒塌 所以我又不會用黃金去進攻 我自己獨立分析、獨立處理 不過我也是看好的 昨天去了TVB 大家看看TVB是否有財經 他就說好像每晚10時 他昨天很可愛 一次過錄了兩個星期的山閉 如果大家晚上看TVB財經 如果看到的話 告訴我 叫同事幫我screen cap下來 看看拍成怎樣 我也是第一次上TVB 其他媒體有很多 我問黃金是否還看好 今年也是看好 大家記得2021年 我們C基金十大投資主題當中 黃金也是一個重要一環 C基金之前說會看教育股 是因為Elliott曾經是一個教育股板塊的專家分析員 中國東方教育667和中教839有沒有研究 這隻839的Elliott也很不錯 其實之前我跟ADA也有研究 CEO好像我們跟CFO都認識 CFO是嗎 之前好像是在優勢家屬去 839也不錯 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 我舊舖有很多 好像有很多 我知道 另外想問黃德有沒有試過買一隻股票 越跌越買 如果有 是哪隻 為什麼有信心 有的 早前我有試過越跌越買 要捱得很辛苦 近年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沒有了 我都不向account說得很清楚 當日為什麼這麼有信心 因為我的信心是建基於無知 無知就有信心 所以人們炒GME也很有信心 好 我開玩笑而已 不過有些人又有膽識又有技術 就賺到錢 好 回答即時的問題 今天不錯 我持續這麼久的問題 一次過替大家講一講 現在的現金水平是幾% 因為這兩天我都會買一些 再加上有新的 多謝大家之前 因為有新的錢 大家有認購的 所以就多一點子彈 市移動的時間 有機會我都會移動 我希望A股可以做多一點 我都有些幻想 我覺得每一個分析員 去接觸新行業 我告訴我的同事 最重要是要明白 究竟那個行業的遊戲是怎樣玩的 如果很傳統test book 你的需求是怎樣 競爭是怎樣 我覺得大部份人都是看需求 你看見Cavin Wood也是看需求的 但實際上競爭亦很難 要分析競爭 要很有做生意的聲音才行 究竟一些人好像奶粉一樣 做奶粉 三天不懷兩天一起減價 你不會產生一個很好的寡頭壟斷 只是有些行業是鬥快小銀子 燒到人死了就可以自己加價 或是各式各樣 究竟小銀子競爭 只是好像醫療股 大家用很多錢去鬥快 或者收購 每個行業的特性都不同 我覺得你搞不清楚那盤生意怎樣做 你再組織模特兒也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覺得我一般建議 先有個整體的理解 對整個行業的供求和競爭的關係 然後從龍頭開始看起 先欣賞一些做得最好的 慢慢提下去 可能容易一點 大約是這樣 這個題目講幾個小時都可以 希望儘量回答你的問題 或者你再詳細一點 令市內股格更弱 有什麼原因呢? 原因是因為它之前升得很急 先看看 升數是400多元 為什麼沒有了? 不好意思 10月由250元充了400元 現在衝發來368元 也不太差 不過我覺得這些 某程度因為Tesla 某程度因為近期的電動車 反發都弱 機股也弱 你輸了所有東西去弱的走正上 這樣就升了 有沒有考慮減次? 沒有 我今天珍持 這些就是有技術 你這樣問我就會說自己的操作 你直接問我 我沒有選擇零德時代 我就不回答你 好 順風 這是破頂 有沒有利好消息? 是否京東物流上市? 好像京東... 後面的同事 有啊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 但關於自己公司層面有沒有消息 我沒有特別留意到 我的同事都沒有特別的東西要補充 高領昨天入那隻2186 有雌鱷藥 2186就是那隻六業 OK 你們有沒有留意 正不正薄 那現在薄的薄協後 就不是薄雌鱷藥 如果是薄雌鱷藥 應該前日買 就不是今天買 還是2126隻卡T前景更好 那卡T就有少少scat-sept value 就是 美股又多 港股好像就抓去的 那些人 所以今年2126都做得好 那我都逼Kelvin買回來 我逼他 OK 有時候我都很壞 逼人買股票 請問你有沒有研究A股002747 Alex O有答過這個 你看回威威的節目 之前聽到ADA分析了999-1寶磚 你怎麼分析的 甚麼 我還說 ADA要補轉 補轉 補轉 是你說的 我記得 iCAKE 補轉 很簡單 他會不會把部分資金 8083和2013會轉去999-1寶磚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轉 還沒有 不知道 轉的時候 再說 記住 所有的動態 記住 有些股票我都說不懂 不懂就學 學完 知道好東西就買 反過來 昨天 阿桑就很不開心 看到股票 分析完 覺得很貴 不想買 結果真的再貴 很不開心 他不開心不是因為錯了 他不開心是因為被我串淚 但我們經常說 失敗乃成功之母 一定會錯的 不過暫時還沒有 9991 2318 平保牽涉華夏恨福 賺沒有問題 是否個別事件 暫時是個別 我昨天都不太熟 不過昨天是偷聽了前輩說的 2318因為其實都拿著大股 拿著25%華夏恨福 這股票也不小 他們其實有很多生意上的往來合作 不單單是一個財務投資 那是否很大問題 我覺得整體內房板塊都是 大家都知道三條紅線 等等都是有影響 但反過來我聽聞 現在爆得多的反而不是內房 爆得多反而是做實業的 請問如果一隻in-license的藥 如果FDA批了中國的批核會不會快些 好像有沒有關係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問Kelvin 我印象中就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Kelvin看看有沒有補充 如果這隻in-license 本身的藥在美國研發 然後你拿來中國賣 美國那邊FDA批了我們那個 中國的MACINE 什麼DA NMPA 其實他來中國都要做一些臨床的文化 不過會快些少做 因為他可以有美國的data去做一個比較 但批不批就沒有關係 不會 因為FDA批了就大陸批了 香港好像是這樣 如果香港因為我們地少人都沒有這麼多資源 好像FDA批得香港好像不批 但大陸好像都是重新一次走程序 會快些 比起你沒有由零開始這樣做 好,下一個問題 請問C基金是否絕對回報 是的,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絕對回報是指 追求在任何市場條境下都取得正收益 這是目標 是否做到一件事 但我真的希望市場上升 市跌的時候也會升 紅市、牛市都可能有錢賺 不過說真的,Long當然比Sort 所以牛市賺錢當然比紅市 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們就希望好市賺大錢 市不好的時間就講技術 但對回市不就的時間 可能是市倍功半的 做多功夫也未必有成果 不過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否則大家要我們做 當然我們也做很多功夫 不是我們做得特別厲害 而是因為這些功夫也要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的團隊某程度 都要買一個服務給大家 就是這些研究我們研究完了 大家可以不用煩 可以陪老婆、子女去燒東西吃 有些股票留給我們去搞 多次問何德都未獲回答 CANNOW 講聲是不好意思 不過有時候問題很多 出月商企發營景股是否有反應 是否過股有問題 個人覺得商業物館有獨特性 事不值得持有和前景如何 我覺得現在市場上高 做商業物館就是出月商企或華潤 我都覺得有獨特性 我都覺得前景好 我都覺得值得持有 不過就沒有6989 請問何德倉物現在有多少隻股票 幾十隻 請問2338大和國報告 這間公司潛入大大 沒有看過報告 沒有看 那部報告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我想不想看 最重要的原因是升了 升了就值得看 好吧 我待會見同事看看 是的 有時候我也是這樣 跟紅頂白的 不過我不是看他升 就衝擊出去買 我看他升 我就做了功夫 XiuJun Chiu 很喜歡司機金的Live直播 覺得我的團隊和同事很有實力 原來這是客套說話 1211比亞迪士 借駕業裡面 今年有沒有機會入恆生指數 它的尺寸也夠 不過技術細節我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恆子裡面 已經有175了 看看他會不會想加多些車股 因為他們恆生指數服務公司 也有很多專家 在裡面是黑箱作業的 他不是很透明的 究竟加哪些 減哪些 不過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們也有說過 希望將整個恆生指數的比例 會有些調整 不要只給一些銀行指數 也會有些調整 這可能會令到以往 要排隊入恆子的機會大了 還有恆生指數 希望成份股的數目也會增加 所以應該有幫助 上星期有沒有減遲1211 最正期加些 飯口今天講了2186隻失智弱症 有沒有留意 有留意一點點 內房怎麼看 就不太看好 8056有什麼部署 今天升回就不用太大壓力 大時代這樣對回來 什麼都對了很大 我之前有減過 不過我好像直播也有說 減少一點 賺錢就離開 輸錢就離開 形勢不同 又要減少 所以今天的市場反映 希望捱過一劫 這樣新股前景好嗎 應該是好的 因為我們也有參與 很多人問是好事 我也是的 大家多問一些問題 覺得我們所說的東西是值得參考 不一定是對 不過至少值得參考 不過其實我不是一個Google 大家明白 所有問題我都會認識 我想我是一個人 怎麼會有 A股又會回答 港股又會回答 美股又會回答 有些新聞有資 有時我也是不太厲害 不過有同事幫忙 當然好很多 那次問一個問題 上海機場跌停板有什麼看法 上海機場跌停板是因為這隻 600188中編 因為他簽了那個 阿桑在後面預備發力 好吧 我幫你開心一下 其實那個跌停的情況 其實就跟中編昨天的contract 他們要付40億給上海機場 但是現在是因為新的協議調整 變了十幾億 所以現在就出了這個新聞之後 其實是對上海機場是非常不利 因為收入的情況 一年沒有了30億 你說有多大件事 所以另外剛剛回應 剛剛有個評論 就問他們的profit contribution 大概是多少 剛剛就檢查過 海南他們Downtown的Duty Freestore 或者在機場裡面的Duty Freestore 他們的total的profit contribution 大概是六成左右 他說看Morgan他們的 estimate 我沒得每年的EON 都告訴你 但我大概告訴你 他們的海南五年之後的KGA 大概是三成多 如果只看北京和上海機場 就少了15%KGA 如果大家記得我的圖 其實來到2022年尾 其實它的Floor Size 即是它的免稅點的面積 都差不多double 所以海南那邊的佔比又越來越高 其他地方的增長那麼快 就像剛剛沙桑也提到 我一直回答 我的同事馬上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今天減倉還是加倉 加倉 請問IK還可以最晚不會回答 光復版塊 現在可以買入 我還可以持有 都約了一輪 不過今天也要康復 可以開回18元 新城的班還沒有報名 為什麼是這樣 我已經安排好了 我安排的意思是 我射了球給新城 給同事 好啦 我稍後問問他們 為什麼呢 2月的了 不過不是 你知不知道 他們最重要是什麼事 最重要是課程的內容 他們先弄了 最重要是Quality 大家說真的 應該不會 浩德有沒有好 即是私基金有沒有好 照顧股會爆棚 如果假 如果爆棚的話 我就會加好一場 所以一定有興趣 一定會有的 放心吧 但我知道同事已經很細節 在整理內容 因為要收錢 平時不收錢 浩德同事說 都已經這麼密集 收錢如果太退 就被人扔雞蛋 所以我的同事都覺得 有一點點好呢 那就沒辦法 好得就很濫的 所有都接回來 最重要是 大家喜歡我們 我們可以在能力範圍內 做得好做多些 不過反正那句 我的同事都很辛苦 所以我都要停一停 所以都不要因為太多這些壓外工作 令到本身那個performance 我們的研究有影響 大家問的問題 有些盡量回答 都可以有空餘多餘的時間 都發掘一些新的idee 不過其實我們看股票 看的東西都很多 所以不容緊要 我們陸續有新同事 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對於新資金投資私基金 這是什麼汪文 你們有什麼preference 人民幣、港幣和美金 我是沒有preference 假設人民幣對港幣未來一年升值 用人民幣投資回報 會不會反映匯率升幅?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不同的class 錢都去到最後都是同一個pool去買賣股票 我們都會用到人民幣 因為我們有買A股 當然我們拿著股票 對人民幣就會有匯率的分別 不知為何每封這麼弱 因為U-curve不動 美國的十年式 美國的三十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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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 之前一聲衝上去就好些 然後回落回來 如果長息再升回 應該會好些 而且這輪主力也是炒科技股 前輩是中大師兄 你在說我嗎? 對,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畢業 我今晚還要很開心 今晚會在香港電台的管理新思維 陳志輝教授的一個節目裡面 可以分享一下 不是分享股票 反而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我也很開心 他當年也說 20年前是我的老師 20年後找我做訪問 應該是否大別開心 受寵若驚 希望不是開心 OK 我覺得 ARKK 再開始買貝殼找房 可能太多人買了些分 我覺得是 我也是這樣 他要不停買貨 純粹買升得太高的股 是不是呢? 有很多朋友每天都會跟蹤他 他會不會那麼悶悶 我不知道 他是升得多還是不沽 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深入研究別人 這麼具體我沒有什麼研究 如果印象很喜歡撈底 喜歡撈底 旁邊很不同 那就好 應該也是 如果不是他當年 怎麼可以坐這麼多Tesla 所以可以別人發財 這個問題我通常不敢回答 除了1700之外還有什麼手遊故 我當然不敢回答 QQ Stockman 請問可不可以除Mask 當然不好 我的同事在旁邊 除了Mask 那就會感染 大家都要有些防疫意識 是否聽得不清楚 我可以講得清楚一點 現在大家都追爸爸可以看好 請問你同意嗎 爸爸看好原因是什麼 因為A股是這麼升 不好意思 過了1點鐘 所以我過了1點鐘之後 其實我做直播的心機就沒有了 因為我可以看一些股票 不過不要緊 它升了 我再說一會 因為之前幾天都沒有說 好像對大家不住 好吧 爸爸是否可以看好 因為他出來 見到路面就好一點 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今早都跟同事說 你想想市場這樣升上去 如果爸爸再不動 你始終你MFCI 都升不起 所以如果市場衝上去 爸爸都會動 當然大家現在說 買蟹的股票 不知道要多少折 有些人說8折 7折 5折 說真的 這件事某程度已經發生了 消化完 可能有得拼搏一下 請問團隊有沒有研究癌症組織 那些DNA那些 有啊 他們有研究 不過 適當時間 跟大家說 好得好像很久沒有出手 不可以 之前是孤兒 今天是買的 這兩天 這兩天買回來 是否繼續看好 八制神周系 有朋友說 還是快了一點 我再調整一下 不過有些朋友也說 已經好了很多了 心通拿不到貨 會不會加著啟名 心通拿不到貨 不應該加著心通 這個就是FreshPrincer Process Elon Musk也經常說 第一床原則 你覺得那隻股票星 又買那隻股票 又不會在旁邊 不過啟名也不差 YSG有沒有最新的看法 不懂得動的 沒有眼看 不過還有拿著 佛阿桑今天陪浩德跑步回家 哇 這樣就好 大家不知道 大家知道 浩德是一個跑步的朋友 阿桑玩那個運動 更棒 他是打棒球 是嗎? Baseball 好厲害 大家有機會問一下他打比賽 香港人很少 所以他都厲害 我沒有打過 這麼大的兒子 不過我兒子說想打 我也不知道打到哪裏打 阿桑是港隊嗎? 阿桑是港隊 厲害 阿桑很快被浩德推上大日幕自己做直播 對阿 我的運怨是這樣的 每個同事做得厲害 我不用做 那為何好呢? 我經常都說 我講過多次了 快點請喝咖啡 等阿桑清醒一點 OK的了 現在升級了 他很開心 他現在醒了 328元 賺錢又會令人開心 A咖啡故事 不行了 我真的要下盤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在看那部機器 真的要下盤那部機器 所以我只顧著說 不能下盤 所以最後兩分鐘 剛剛說了59分鐘 988元 匯豐有沒有新看法 剛剛說了 3800元 炒PolySilicon 炒一層 等我猜一下哪一隻股 昨天升了 你們沒有賣今天 最先猜一下 3913元 這個是誰 這個Like Gio 經常跟我們一起說話 都知道 KWG不是 答錯了 要罰你今天捐錢做善事 Alec說得慢了 好聽很多 圖文並謀 多謝他 他真的很好 我也多謝他 600276 要入手了 我也覺得好 如何分析API 怎麼分析我都不懂 阿里斯頓有直播機會 ADA有研究 不過 剛才有答錯了 看看Alex O說 他有說過 怎樣看O-Film Direction 沒有特別看 1098路徑 竟然有人問路徑 我20年前朋友 線偉炮 我都很熟 他們由公路變內房 不過近年沒有跟 昨天你說和前輩食鹽飯 百下收下風 有什麼特別可以分享 不要 有時的東西 好得就很公開透明 但不是那個人都是這樣的 我聽完人家說的東西 之後就周圍說 得罪人 人家跟我說 我也不知道人家想不想 我好像全身統說出去 所以就不要 你問我自己的東西 我能力範圍內 我盡量說 別人那些真的不好意思 否則有些人婆婆說話 雖然不是說什麼秘密 也不是這些不見得光的事 不過是不同場合 都是這樣 私人吃飯說的東西 參考完 有些Inside report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最後一條問題 好不要看3738 昨天升了兩成 大家看 做版權保障 Youtube 其實SASAN都看的 有機會可以說一下 大家去看這東西 因為近期的動力很強 我都明白 不過我有些SARS的概念 挺有趣的 版權保障的東西 有機會說 好嗎 港股就下一點 A果再上去 所以我要吃飯了 因為我兩點半又要在新城 大家記住 今天是下星期二 最後要做一個宣傳一下 宣傳一下 好得 同事幫我們做了一個Facebook 在哪裏呢 在這裏 在這裏 看到嗎 這個不是個人的Facebook 是同事幫我做的 有些我都放上去的 今天大家有沒有留意 蘋果日報有個專訪 有個專題 拍到一個樣子 這個就除了面膜 看到嗎 行動是夢想一開始 我真的掛起公司 哪個同事掛著說不做 我就把這個牌放在後面 很多有趣的東西 還有有時候放在這裏 有些有趣的東西 有趣的東西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是否Follow 就like一下 關注一下 難得我的同事做了出來 就跟大家說一說 所以我們同事多了 有些新的創意都是好的 好 最後回來了 看到Ada的頭 OK不要緊 好 不知道同事有沒有幫我買飯 我只剩下多少時間 剩下20分鐘的時間 買飯都買不前 不過不要緊 最緊要就是有時間可以坐定 跟大家交流多些 大家有什麼新的想法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懂的可以回答一下 不懂的我們都可以研究一下 希望大家多些交流一下 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還想聽聽很多聲音的話 我們就兩點半扭開新城財經台 OK 拜拜